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影响范围 在中部以北到宜兰 花莲可能明天渐渐的白天的时候 会越晚越冷 湿暖的感受会越来越明显 而且都会转为容易下雨的天气 提醒您明天户外活动 务必要特别留意 跟这两天完全会不一样 而且目前看来这样的冷空气 到了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天 清晨的低温会是最低的一段时间 目前看来最低温会出现在北部 有机会会来到只剩下15度左右 提醒大家 其他地方像台中花莲 可能也会来到18到19度 甚至在往南走到高平地区 也会来到20度上下 所以提醒你到了明天晚上 务必要特别留意 跟这两天的温度会有很大的落差 务必要特别留意 因为目前看来这样的冷空气 持续的时间也很久 目前至少会连续3到4天 都是这样比较冷的天气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有些户外活动的话 一定要加强保暖 把毛衣外套都拿出来派上用场 另外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准备一下 御山鱼会比较跑一些了 我们首先来看的是目前云语图 其实在北边 其实可以刚刚提到的封面 已经逐渐在长江流 已经逐渐地建立起来了 可以看到比较白色的区块 就是云浪渐渐开始组合 变得比较多的区块 预期接下来的天气形态 就会受到北边封面逐渐地往南推 往东移到台湾的上空之后 只要到了明天 台湾附近天气就会有大幅度的转变了 主要影响范围刚刚提到 是在中部以北一路到宜兰 花莲都会陆续开始下雨 而且后续到礼拜天之后 还会有一些华南附近的云语带 持续的往东移 虽然说这个云图上面看不太到 但是这样的水汽会持续通过台湾上空 目前看来容易下雨的天气 从明天开始一连续到下个礼拜二 礼拜二之后才会稍微的缓和下来 另外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在菲律宾附近 其实有一个乐带型低气压发展 预期它接下来有机会进入到南海 也持续向西的方向朝越南南部前进 有机会在进入南海之后 发展成为下一号的台风 但是因为它距离台湾是比较远的 纬度很低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过担心 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威胁 但是提醒您接下来的天气 因为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 这一波的东北风 恐怕会是过去这几天的 这个东北风还要强 可以看到明显的到了明天 一早东北风逐渐的增强之后 各地沿海的风浪都会明显增大之外 还有下雨的情况也会陆续的增加 而且这样下雨的范围其实蛮大的 例如在嘉义还有在彰化 以北一路到宜兰花莲 从明天可能陆续就会有些短暂性的震雨 甚至在北台湾还有东北角的地方 有局部地方其实这样的雨还蛮多的 所以提醒您户外活动 务必要特别留意了 而且这样看来的天气 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为止 到了下个礼拜二才会渐渐的趋缓下来 所以在未来几天的累积升雨量上面 可以看到是主要要留意的是 在过去这两天其实全台湾各地天气非常晴 几乎没下什么雨但是到了明天就要变天了 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再加上风面通过台湾附近水气量都明显的变多 特别会下雨的地方在这个周末来讲的话 会在彰化以北一路到宜兰花莲都是容易下雨的 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也会容易下雨的天气 因为中高层的水气持续的一路台湾上高 所以提醒您如果这个周末你是要前往山区的话 也要留意这样天气形态的转变 而且要留意的是有沿海下游在北海岸的地方 还有在宜兰花莲有局部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多 提醒大家务必要留意这样天气的变化了 所以提醒您而且会连续至少三四天都是容易下雨的天气 而且不是只有下雨目前看来气温也会一路的明显的往下掉 在今天来讲的话其实气温还算是比较舒服的 跟昨天一样个体的温度大概是来到22到24度的低温 不过到了明天一早可能北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就会有感觉了 特别是在北部还有在桃园以北一路到宜兰 目前看来明天的高温白天的时候可能就只剩下22到24度 跟近了两天来到28到30度 其实有很明显的落差提醒大家务必要特别留意 特别是在明天入夜之后 目前看来的晚上的低温 有机会在北台湾的低温会下滑到只有15到16度 在宜兰地区也是同样的 而再往南走到台中还有花莲 在明天晚上的低温也会陆续来到17到18度 而高平一路到台东的地区也会来到20度上下 所以提醒大家未来这周末务必要特别留意 这样气温的转变是非常剧烈 另外这一波东北风也会伴随一些些 这个境外污染物一路 所以在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们也要留意空气品质不太好的状况 以上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下次再见咯